我看看 来 啥玩意 新枝卡比吗 这个男人叫小帅 再一次不远万里来学木雕 这一次还背负着全村的希望 把这个给我做了 放心吧 看我干啥 忘干净了 不至于 忘得干干净净 可能吗 可能吗 不用在这发飙 你到时候 把这个形状做好是最关键的 可能跟你去忙 交给我就完了 好好 行 你自己注意安全 干完了吗 快了 藏什么呢 我看见了 我看 手我看看 还刻上瓜子了 我看你干的 翻过来 这啥 卡比 卡比卡哪了这是 怎么反面刻成这样子 还犯这个毛病 你不能每次做到这一步就等着我回来 手又忘了怎么处理了 直接往它搞就行 不用留着它 来 来 你拿这个 我教你横着卡的 竖着卡 你手不难受吗 我得 我也没这么教你吧 手转圈 转 不是往里转 往外转 往外转 哎哎对对 这样的 那你这样多省事 对不 我进屋忙回去 你别偷懒啊 好 还没干完呢 拿来我看看 哪是正面 更圆的这一面似的 这是正面 这是正面是吧 我这么 我这么一转呢 哪是正面 这是正面 那你能不能把这个脚后跟做的再明确一点 那哪个是脚后跟 啊 把这儿改一改 然后 这次这个球体啊 做的还不错 改下来改下来脚后跟之后 可以上色了 明白吗 拿着 加油 哎 准备好就涂色就行 参考我这个 你涂一个两个眼睛都睁开的 好吧 谢谢 哎 稍等 你这个调色这一块我能放心是吧 你能放心 我看你涂颜色怎么就跟刷烧烤料似的 啊 稳稳当当的 我呢 疯独就要我 我看看 我看 啥玩 早上欺猛了卡楼下去了 你的这个 着色大胆的这个作品 让我想起了恐怖股效应 挺好 下次别这样 好不好 我真绝 你这玩 你让我怎么往架子上摆 麻烦您给我一个交代 我教你的那些本事都上哪去了 不都记得挺诈是吗 这个通关前 这个通关后 你还自由发挥上了 你就老老实实的按我说的做就完了 下次别这样 好不好